- 欢迎来到实验性的节目当中,就要测试一些崭新的节目形式嘛,对不对? - 没错,而且是现场直播,所以欢迎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掌声要尖叫! - 当然现场的朋友可以观赏到最精彩的新节目概念,电视机前的你也可以哦,而且呢,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投选的方式嘛,对不对? - 让观众可以决定在电视上到底可以看到什么,因为呢,在这个100万元的新传媒的这个创意基金的资助下呢,就六个节目的点子拍摄成了试播性的这个节目,今天就要诚信给大家看啦! - 没错,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实验室可以说是越来越茁壮成长的,因为呢,除了在这U频道可以观赏我们这个实验室之外呢,也是可以在这个5频道,还有这个Souria跟Versatime在接下来两个礼拜呢,为大家一一的呈现,所以呢,尽情锁定! - 好棒哦,那在一整个星期里呢,我们会呈现三个互动性的本地剧,还有两个实况节目,另外呢,还有一个全新的座谈交流会,那也希望呢,在看节目的朋友可以踊跃地参与讨论,然后给我们你最宝贵的意见! - 对,那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呢,大家在看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你们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投选出你们最喜欢的节目,甚至呢,我们还有这个Instagram跟Facebook,那记得要放这个Hacks,TestTube Show,OK? - 然后tag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诶,你的想法是什么? - 很重要,OK! - 这是非常重要的! - 是是是,另外你也可以下载这个Application应用程序,就是MeClub,因为下载呢,看节目的话,就可以允许奖品,还可以累积更多的分数哦! - 是,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第一集啊,要介绍的第一个节目概念呢,是一个Drama,一个戏剧,但是呢,这一个贡献构思的这位朋友不得了,他是我们新传媒的阿哥,欢迎郑兵辉! -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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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那方面,這次我就在有空檔的時候有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CPI就說要不要上導演課 然後導演課的時候就學習一些當導演需要知道的東西 其中一個課題就是在導演課最後的一個project就是要做寫一個故事 寫一個劇本,然後策劃,然後把它再呈現出來 所以說因為你是上這個導演課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機緣去拍攝這樣的一個劇情 所以還習慣這樣的身份嗎? 我只能說就是如果以後有任何演員要當導演的話,千萬不要自導自演 因為真的是你如果第一次當導演的話,你要演的話真的壓力很大 因為真的是站在那邊,然後那個螢幕在這邊,然後機器在這邊 我就在那邊,Action! 演完了之後要跑過去 看!看完了之後能不能,如果可以的不能的話再來多一個 所以壓力真的很大 很忙這樣子,真的很當兩個人要 也很耗精力,很耗體力,真的很不容易 可是感覺上你寫那個劇本還蠻容易的,聽說一個月就寫完了 其實這只是一個14分鐘的東西 所以一個月蠻久的 一個月是蠻久的,不過最重要的是就是我 我想出了一個比較新的方式 就是很多時候觀眾們你們看電視劇的時候 你們大家都是看電視劇 就是裡面就是有劇情發展,有人物 然後他們的結局或者中間都是差不多 你不能去決定的 可是我覺得如果這一次如果有機會跟觀眾能夠有所交流 比如說當一個故事的發展是這樣的話 可是在中間幾個很重要的點 他們就有幾個發展的空間 然後由觀眾看到那個重要點的時候 就是當然是每次在一集的後面就是 你,然後free spring 就是那個然後隔一天他們就可以上一個網站或者是一個forum 然後他就可以在網上看到幾個可能發展的 所以說可能第一句ending就是你 你 就roll up跑出來了 然後就決定說你 是怎樣怎樣怎樣 那我們就比較好玩一點就拿槍 你 不是用手指指 用槍指 然後這個構思就是觀眾能夠直接的 非常決定或者是大家可以討論之後 在網上決定故事會怎麼發展 所以這是一個這樣的一個構思 對,不過我覺得說了那麼多呢 可能大家還是有一點點物理看花感 不然這樣好,我們直接來看 直接來看 這部劇的劇名就叫做兄弟 很man的 兄弟 我們現在不要眨眼了 馬上來看 我即將追尾 我決定 我決定 有你做上我的位子 我不要做你的位子 爸,他憑什麼做你的位子 他根本都不想入會 把名字看不起我們黑龍會 有時候我真的懷疑 你到底是不是打了親生兒子 想當老大 你要也輪不到你 龍哥 怎麼說阿豪也是你的大兒子 你想要金盆攜手 就交給他來管理吧 我已經決定了 不要再多說 爸 我再說多一次 我是不會加入黑社會的 阿豪 你哥現在不知所作 如果我發生什麼事 你一定要進往黑龍會 兄弟們需要你 三敗應多瘟 一敗 二敗 三敗 三敗 達 達 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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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星 你爸爸是个好警察 他是被黑社会害死的 你一定要为他逃回一个公道 把那些邦位全部消灭 进来 好 先生 请见名 好 很迟了 叫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吧 是 先生 你真的为了要达到目的 连王妃跟明光都不放过吗 王妃可是我弟弟啊 那你要我怎么样 她们是黑社会 我是警察 做她们可是我的职责 baby 你是我的太太 你应该更了解我的工作 你为什么要处处维护她们呢 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 你根本是公报私仇 我更不相信你 连杰历都肯牺牲 亏她对你这么衷心 更清楚 我一定会做到她们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不是有心想要伤害你的 你没有错 是我笨 我笨在爱上了一个卧底 我还想明光担保你的中心 文飞 放我走 我可以帮你脱离黑龙会 只要 你愿意成为警方的污点证人 我可以确保你的安全 你知道吗 明光担就知道你是卧底 他知道我很爱你 所以他把处置你的决定留了给我 如果我现在放你走的话 明光他也不会干涉 那你就更加不应该迟疑了 文飞放了我 好吗 好 我现在就让你离开 你自己赶好看 说明什么可能 我希望你会和你杀好看 我们暂时会 我不是 我不是 我寻找我 我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兄弟吗 你不要假惺惺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还来说风凉话 光点了 我已经说过 没有的选择了 一起死我 平平的 光点了 你先把平平交出来 你这个社会败令 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交朋友 我不是在跟你讨价还价 你已经没有选择了 不要忘记你是什么身份 只要我一个电话 你这次马上完完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不是说过 永远是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兄弟吗 我不要讲心心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还来说风凉话 光点了 我已经说了 你没有选择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你能够开枪打死我这里每个兄弟 我就放你走 哇 掌声 哇 真的好man哦 很有feel对不对 很有感觉 可是我要问的是 那个光点是什么 其实这个故事的背景 可能大家看了都有点乱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 比如说就是 很多flashback 就是以前他们的背景故事 所以我想解释一下 就是刚才我们各自有不同的 我是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儿子 对 结果被逼 因为父亲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不想进入黑社会的 我是一个好人 你看我的脸就知道 所以 我们都知道 结果就被 因为父亲发生了某些事情 必须进入黑社会 对 然后呢 葛平 葛平大哥他本身呢 是他从小 他的爸爸是警察 对 可是他的妈妈告诉他 他爸爸是被黑社会害死的 对 所以他从小就立志当警察 要消灭所有的黑社会 可是我们都是好朋友 所以在这方面 刚才你们看到那些flashback 就是这样的东西 交代了背景故事之后呢 就是你看到不同的版本 比如说 一个是我是坏人 一个他是坏人 对 那个光碟其实是一个犯罪的证据 而且里面也有 萍萍 还有杰妮 萍萍就是 葛平大哥的老婆 就是林林 就是当我是坏人的时候 我绑架了他 对 我绑架了他 才交换我犯罪的证据 是是是 然后当 葛平是坏人的时候 他绑架了 他的 他绑架了杰妮 也就是他派进来的一个卧底 那个年轻被绑住的 杰妮 对 所以基本上就是故事有 可以不同的发展 比如说 一个最明显的就是 你刚才看 杰妮叫文飞 放他走的时候 他走过去 他拿了一把刀 他就说 我现在放你走 那我就 你就看不到杰妮了 他就 所以 不知道他是 不知道他是放了他 对着他的绳子 还是把他杀了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 应该就是说 让这个现场观众朋友们 来做一个实验 就是说他们要用这个来投选 用米卡来投选 如果说你本身是比较喜欢 第一个结局 就是刚刚宾辉所说的 他是坏人的那一个结局 就是他绑架了 那个婷婷 对 然后葛冰大哥要来 把这个婷婷救回去 是 这是第一个结局 OK 你可以上这个me卡去投选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第一个结局 对 记得要输入Test 1 是 好 那如果说你本身呢 是比较喜欢第二个结局 也就是说他们身份是对调的 对调 就是说 是那个 冰柯要去 是你进来 对 那去 就是我要救那个 杰尼 杰尼 那个是平平 你弄乱了 就是第一个是杰尼 第一个是杰尼 第二个是婷婷 OK 好 所以这个如果是你喜欢的话呢 就要输入Test 2 没错 哦 好 平平了 OK 那我们呢 就来让大家投选一下 家庭观众也可以投选哦 用meCloud来投选 那我们稍后呢 有更多精彩的节目 千万不要走开 没错,那等一下呢,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呢,马上跟大家讲说,到底你们投选是哪一个结局,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OK,好,我们先进广告,超级见 超级见 因为比较民主,又比较主动嘛,对不对,不再是被动的看电视了,你可以就是决定说,接下来的情节会如何发展 没错,好,那现在佩芬,马上来公布好不好 好,经过了一轮的选择之后,到底结局会是如何,是兵卫的角色死,还是葛冰的角色死呢,我们来看一下吧 请看 你已经没有在选择了,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份,只要我打一个电话,你这身马上完完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不是说过,会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终地吗 你不要假猩猩猩,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还来说风凉话 忘记了 我已经说过,没有在选择了 好 win gone 原来大家比较喜欢 好比较习惯看这样的造型的 所以刚刚大家的选择 第一个结局就是葛平大哥 是要去救他的卧底 这是Jenny 这个只是一个趣味性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 来选自己要的结局 也就是说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类型的剧种 所以不一定可以套用在一些 比如说感情戏 笑语爱情剧 比如说男主角 所有跟哪一个女主角在一起 我们也是可以选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 让观众可以决定情节的一个新的剧种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 就这个节目形式 一个互动的戏剧形式 不知道现场朋友们 你们喜不喜欢 喜欢的话举黄牌 如果不喜欢的话举红牌 好 请举牌 多数都是喜欢的 我们来先选喜欢的来发表一下 好 有好多朋友喜欢 OK 你们先不要把牌放下 先举着牌 好 我们来问一下 要不要问一下前面这位女生 好 Tiffany 对不对 来来来 Tiffany 来 请说一下 为什么你会喜欢 冰慧你也可以跟他 就是 他就在你旁边 所以你喜欢是不是 你想想为什么 可以讲一下你为什么喜欢吗 其实我喜欢的部分 刚才我跟冰慧大哥讨论 是他的拍摄手法 真的很好 因为如果他刚刚其实是穿白衣 回忆的时候 然后他在黑社会的时候 他是穿黑衣 然后中间其实有一个灰色衣服的部分 这其实就让人家看得出是 他是正义的一方 然后后来他在黑道 所以我觉得那个很刺激 很好看 所以他讲的毕竟还是一个内容 对 不过内容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会再讨论 我们现在讨论是这个构思 说互动式的drama 因为互动式的这种算是戏剧 其实我们之前都有听过 但是实施出来还比较少 因为不容易做到 所以还有什么朋友问一下 Angela好不好 来拿个麦克风讲一下 这样互动你喜欢吗 让你自己选剧情 选结果 比较喜欢 因为你可以自己选出你要的结果 然后会比较出乎意料 可是你自己选就不出乎意料了 因为你自己选就知道说是谁会死掉 谁会跟谁在一起 你就没有那个惊喜了 可是现在的剧情 那个结果出来就是 原来就是这样 就是很一般了 对不对 又是这样 对 我们就可以选出 所以你要怎么样的剧情 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因为呢 虽然观众有的选择 比如说在网上有三个选择 可是他们都投选之后 直到播出的时候 他们是不知道是怎么发展 对 就是说你的选择还不一定会中 对 你的选择如果就是有其他人 或者更多人选择另外一个的话 你选的不一定会 你选的不一定会播出来 哇 所以会造成很多很激烈的讨论 对对对 而且有所期待嘛 看看会不会是自己的选择 好 我们问一下男生吧 来俊豪 俊豪觉得是喜欢这样的形式 我觉得是不错 但是我有一个提议就是 可能他可以不要播出那个片段 他可以就有那些option来选 可能讲这个词 这个词还是这个词 这样你就还是有一个惊喜 不然你就 哎呀我都看过这三种了 我已经懂是什么事情会发生 是是是是 就有没有看 我们请兵威解释 其实我的策划就是 比如说在在一集的结尾的时候 你看到了一个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点 一个cliffhanger 所以你上网的时候 你会看到可能是一个五秒钟的一个片段 就是五秒耶 然后你们就可以选择那五秒钟的片段 你不会整 你不会整场戏看到的 因为这样看到就没有意思嘛 所以可能就是 他拿一把枪指着 然后他砰 开枪 一个选择 第二就是放过他 第三个就是拿枪打晕他 比如说就是很短的东西 你不会看到整场戏 就是比如说刚刚我们有看到 那个文龙大哥 他不是拿那个刀子吗 他不是要割那个绳子 所以可能五秒片段是说 第一个是他把绳子割断 第二个就是说 他拿刀去刺那个Janine 对 第三个拿刀刺自己 对 第四个拿刀切西瓜 对 好 所以可能就有四个不同选择 让你可以选 然后接下来那个情节 就会根据观众大众的选择而发展 对对对 所以说 其实这个 他提出一个很好的观点 对对对 那还有什么同学要发言吗 我看一下 现场朋友 来 刚刚是谁手不喜欢这样的 我们问一下 Gin Gin 是为什么不喜欢这种互动式 你是比较喜欢那种传统式的那种 因为我会有一点 像如果没有 我的选择没有中 我有点很不喜欢啊 就生气 为什么没有中 对对对 我投了那么辛苦 没有中 你就会觉得说 不满意是吧 就像投跟没有投 好像没有什么分别 这样就是 因为我只是一个一个文 除非我叫我朋友一起 投这样 投这样啊 可是你不觉得这个就是他们要的一个目的 对啊对啊 就是要有一个回想 要你会主动去跟大家讲 诶我昨天看那个戏啊 诶我喜欢那个 那个第一个结局 对 我有一个建议啊 就是因为这个是在结尾的时候嘛 对 有可能可以在中间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选择 会不错了 中间就要开始选了 其实不只是结尾 就是比如说有13集的话 可能在第二集的结尾有一个一个点 然后你就会有选择 第三集的开头是怎么发展 所以不只是一个点而已 可能在整部戏13集的时候 有不同重要的点会有所选择 这样这样我一定会谱啦 这样 所以你这一次不行的话 下一次可能会你选择的那个嘛 对 对 总有一个会中嘛 对不对 如果13集都不中的话 那就有点悲哀 就证明你的品味是比较奇怪 对比较另类的 比较另类 那还有一个同学刚刚说不太喜欢是 Take Paul啊 Take Paul是吗 是吗 Take Paul讲一下 为什么不太喜欢这样互动式的戏剧呢 其实我是想说 会很好奇说 有多少人参与这样的投选活动 会觉得说那个票选的八仙率 我们不知道 有时候如果是49和51八仙 我们会觉得蛮合理 但是我觉得会存在一个怀疑啦 这背后的这个操作 就是说有多少人参与 然后参与的人年龄层是属于哪一类的 OK 你会关心说可能有些会比较被动啦 对对对 有些观众就是属于不会去按 不会去投选那一种 那他就没办法 他就要去看人家 就要接受大家的选择咯 好 那韦豪 韦豪 我是觉得说这样子的话 观众看了会很累 因为说这是 如果是一个九点档的节目啊 我们就是想躺在沙发上 舒舒服服的 就不想动了 就这样 这样子 像他看电影一样 这拍起来很像一部电影 然后你去电影 你不可能也是会 如果给你投 有机会投选的话 你会不会想要投 我觉得如果你是属于那种 比较懒惰的观众嘛 对啊 你真的坦白说 我们可以大众化的 就是如果你不想投票 你可以不要投啊 你就是看观众是怎么选 你就每天 你就每个星期看 然后就看怎么发展 所以你本身不需要投票的 如果你不想投票 可是那些有些啊 就可能 比较对剧情比较 那个比较感情化的 或者比较想参与 那个发展的话 他们就会去投票 所以你可以还是可以 每个星期在那边 relax 想看人家投票 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要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投 你就投 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呢 如果你不想要投的话 你就去看 其他人投的结果是怎么样 你还是看得到 并不是说 你今天不投的话 你就看不到了 你就看不到了 还是看得到 对 那我们再问一下 还有谁是 我问一下Valerie 好不好 Valerie 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因为我是那一种 一次过把戏 全部看到完的那一种 但如果第一集出了 因为我要等一个星期 然后我就 哎 这不要看 我是那一种 等到他宣布最后一集出完的 然后一次过看到完 所以如果要一个一个等 我反而会都等他做完 因为我都没有热血 就很不耐烦 OKOK 所以你关心到的就是可能 在每个选择之后 需要等一下下 对 我只会失去心情 就一直过把他看到完 然后再看其他节目讲的 是是是 好 OK 那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那等一下呢 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也在听其他人的意见 所以观众朋友们 你也可以上网呢 发表你的这个意见 可以通过这个Instagram 或者呢 这个Facebook 可以用这个Hacks Tag TestTube Show Tag我们 好不好 没错 那广告之后呢 我们继续讨论 别走开咯 稍见 All right 欢迎回到TestTube实验室 是的 那刚刚呢 其实呢 我们就有讨论说 这个节目的构思 是属于一个互动式的戏剧 对不对 没错 那当然同时呢 有他们的顾虑 但是呢 他们听到我们并会来解释之后呢 他们其实都蛮乐于接受 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 总结一下刚才的那个票选呢 其实现场的朋友 大多数是蛮喜欢这个 主动式的观看电视剧的方法 对 那我们可以现在来讨论另外一个环节 就是说 这部戏哦 刚刚在拍摄的一些内容 对 包括剧情 包括节奏 包括对摆 包括角色 哦 所以也根据这样的一个 刚才看到的那个片段 现场的朋友们 我们的嘉宾朋友 对于剧情啊 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觉得那一个节奏如何 不然我们先问好了 其实我们常常讲哦 这个剧最重要的是剧本嘛 因为剧本是一句之本啊 所以大家对这个剧本呢 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好 Angela要说话什么 好 来我们把 来把麦克风交给她 我觉得一开始看的时候 我不明白那戏在讲什么 可能 那是一部分 一部分的戏 可是就一开始就不太明白那戏在讲 可能是没有什么旁白 对 因为都是close out的表情 叫很凝重 内心戏 所以你到了什么时候 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 就到了后面选择的时候 哦 OK 我问一下导演在这边 导演怎么办 这位观众不明白我 我完全明白你 为什么会不明白 因为我本身我在拍的时候 我在剪接的时候 我也担心这一点 因为我要的东西 其实是就是两个男人 这个是最后一个晚上 就是最后两场戏的时候的 最后一个晚上 他们在面对面之前 正式交锋之前 然后他们那些 那些其实是flashback 就是回想 我就用这个flashback 来交代他们以前的事情 来交代他们为什么会成为 今天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每一个人都平均的 有两个flashback 一个是我第一个是我 我跟我父亲 跟我哥哥吵架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 我父亲发生了事情 书香大哥发生了事情 我被逼加入黑社会 然后葛平的是 第一个是他的那个uniform 那就是那个制服 警察制服 就交代了以前 他爸爸是一个警察 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说 你爸爸是被黑社会害死的 所以因而他加入了警队 要消灭所有的黑社会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跟他老婆吵架 因为他要抓我们 而且其实在更深入的故事是 其实玲玲也是我们一个好朋友 就是那四个人的照片嘛 我们一起上大学的 所以我是在心里面没有交代 因为没有时间了 然后就其实我是喜欢他的 可是后来因为我知道 葛平是我兄弟喜欢玲玲 而且我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机会 然后就成全他们自己退出 所以这些如果拍成一个电视剧的话 这些可以得到足够的发展 所以前面的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主要就是因为他时间的限制 说有很多细节没有办法交代清楚 对对对 所以前面就要交代好好了 那现场还有没有朋友是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直接问编剧兼导演 主要演员 他会讲说我明白你的不明白 有吗 刚刚在看前半部分的时候 大家都明白 对 只有Angela不明白啦 你们也没有帮一下他 OK那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来我来问一下 有谁觉得说这部 刚看到这个电视剧 什么地方可以再进步 包括曲镜啊镜头啊 还是说你们有没有看到 比如说一些国外的电视剧 对对对 韦琴是不是有意见想发表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我发现他们现在变很乖 因为我们的导演在现场 对 没关系的 你不然去看他们他会怕 你就对啊 OK你转过来 你保持笑容吧笑容 你看我们 那我看他们反应 没有因为他凶神恶煞的那个眼神 对因为他这样坐在那边 你敢讲 你敢讲就试试看是不是 是OK的 因为冰会亲爱来这边 就是希望多听一些你们的意见 所以你要敢讲好不好 好那韦婷先说 我只是希望有字幕 怎么要进步你觉得来来 有什么字幕 字幕 杀代党 你要英文还是中文字幕 两个都有 两个都有 哇 OK 导演请问有成本吗 有拔卷吗 这个不是我的问题 这个是你要 其实可以啦 好我会绝对会 有机会的话会放字幕 像马来人 印度人也是可以看 OK 观众群比较广啦 明白明白 好 我们还有多一位同学来 这位同学 观众观众 大家好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是对这个黑社会的题材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过时的感觉 因为黑社会的题材 在香港90年代的时候 就拍了很多 对我来说这个题材 我不知道可能是 年轻的一代 可能因为不是很熟悉 所以可能对他们来说 应该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OK 对因为其实刚刚他讲一个重点 因为像这种黑社会啊 还是这种警匪片 其实香港很多了 没错 那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 我本身就是 我觉得在80年代和90年代 我们所谓的黑社会 都是比较属于私会党 对 就是比较那些阿兵阿兵的 然后可是我觉得 就是现代的黑社会 就是很多都已经加入正式的生意 做真正的生意 所以我本身在黑社会呢 我觉得因为大家都说黑社会 新加坡没有黑社会嘛 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啦 因为我想就是 如果两个男人 能够最强烈的对比的话 这是一个方法 然后当然就是 而且你发现 好 我不知道你没什么发现 我本身希望的就是在 视觉上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在灯光方面啊 在什么感觉方面 都比较电影感 好 所以如果黑社会 帅帅的话是比较好 可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讨论 那我们先进广告 因为稍后呢 还有更多同学 想要发表他们意见 稍后见 OK 欢迎回到TECU实验室 是 刚才那我们就看到了 想先看到了由冰慧自编自导 自演的一个实验性的这个剧种 没错 那就是兄弟嘛 那个剧名 那刚刚我们其实有聊到这个题材 那现在我们可能聊一下这个剧 这个拍摄手法 拍摄手法 还有它的 剪辑的手法 剪辑跟这个节奏 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呢 有什么看法 会不会觉得说 好像没有什么创意 还是说 还觉得这样拍法蛮新鲜的 对啊 有没有人要发表呢 结束方面有吗 这位是文杰 好 文杰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开了开了开了 因为太多freshback了 所以我 我 normally看那个戏的话 是很少freshback的 比如说Iris 那个是韩国节目 它才一两集freshback而已 看了不会这么run 就说因为flashback跳回来过去 然后跳回来现代 所以你可能会乱错乱掉 对 对 好 这一点 你刚初在写剧本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这个部分 有 因为我本身就是 只有十多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在那方面 我必须交代一个人物的背景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flashback 因为如果要真的很细节 你发现就是 其实我的flashback 只是一两个shot 这样子讲几句话 所以我已经尽量减少了 好 可是我没办法了 必然的 必须的 好 OK 那先会呢 我在想 如果你想做flashback 可是不够时间的话 然后你可以好像放 好像那种movie 然后好像199年在下面 所以观众会比较清楚 放个年份 就把一个年份标明 三年前 三年前 二十年前 小时候 小时候 M年前 OK 还有呢 Elean 是吗 对 我觉得它的那个sound effect可以放多 sound effect 它有的 它们吵架 它好像 好像比较 一 OK 你可以再讲多一次 因为你的麦克风的问题 不好意思 对对 你说音效怎么样 我是说它的音效上太少了 它有的部分 可以放多一点音效上 开枪了之后 还是吵架了之后 这样放一些音乐下去 可以再加强 你的音效 其实是有的 不过这边好像比较小声一点 我不知道 对 还是说像年轻朋友喜欢这种 咻棒棒 那种 就我跟你说 对 对 那会不会变成卡通片 对 OK 其实是有的 其实有的 其实是有的 今天比较小声 对 好 OK 所以刚刚同学真的提出很多的意见 对对对 那还有第二位是Valerie 好像还有意见 警察太有正义感 太普通了 我觉得 他们两个应该都是坏人 可是 一个假装是警察 一个假装是 因为他们一定要共同检查 会当成兄弟 可是 因为背景的关系才不是 可是可能他们两个 都是为了钱财 有可能 就是 因为警察就是 一定抓坏人 坏人就是一定要逃 离开那个警察 对对对 可是可能他们中间 可能有一个秘密 就是两个都为了 某一个事情而 随打架 是是 其实我真的很开心 你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我本身的铺牌是 在这里 因为要让观众 感觉到那个选择 其实在 如果写成一个剧本的话 我里面的筹划是 两个人都是灰色对待的 所以当他们好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自己 有点坏坏这样 而且当你是 黑社会的时候 可是又有一股争议感 所以 如果能够发展的话 会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所以我非常高兴 他提出这个 对 因为其实啊 在现实生活中啊 我们 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人 没有一个绝对的坏人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 在一个灰色地带 他可能是一个警察 但是他可能也会做一些 可能不为人知一些的事情 对啊对啊 就这样子呢比较人性化的一个角色 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有共鸣嘛 对不对 是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呢 诶 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 我们到时候最后一天呢 你们也是可以投票 把你们的那一票呢 投给你们最喜欢的那个idea 那当然呢 观众朋友们也是可以通过 就是twitter和instagram呢 去投选说 诶 你到底喜不喜欢 这样的一个拍摄方式 是是是 你可以通过各种的方式 刚才说过twitter和instagram 其实也可以到thin.msn 或者是facebook 呃 就可以呢 投选 呃 你喜欢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个节目形式的话呢 就可以投选了 是 那当然呢 节目最后还是问一下现场朋友 听了我们 冰飞大老演呢 讲了这么多的话 对 给你们会不会 呃 支持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构思 会的话 请举黄牌 不会的话 请举红牌 好 哇 多数是认同的 几乎都认同 都支持 是好 那在这边还是要谢谢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 谢谢 谢谢 我们当然也要谢谢冰飞 谢谢 谢谢 那最后还有什么话要对同学说吗 呃 这次放了很多心思 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想就是如果你们 我 我真的 一点经验都没有 我也想 如果你们想做什么事情的话 就算自己没经验 想做就去做 不要考虑 对 做了才知道能不能做 嗯 好 谢谢冰飞 好 那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 同一频道 就晚上九点 在优频道 别忘了收看 TestTube实验室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杜茜